上周末周杰伦顶着38度的高温完成了自己跨时代巡回演唱会北京战的演出 最初到十年来一次颇有总结意味的演唱会 周杰伦带来的是一如既往的高人气和让人看着就眼馋的商业价值 周杰伦北京演唱会当天其实有两个不利因素 一是当晚有失业杯的四分之一决赛 二是北京高达38度的桑达天 据了解舞台上的温度甚至逼近44度 演出开场周杰伦从办公中出场穿了严严实实 还要穿上一些舞蹈动作 而在后面的演出中周杰伦的演出服独以两件套为主 甚至还有带皮扫设计的行头 当天周杰伦演唱了大部分歌曲都来自最近三张专辑 虽说歌曲都比较新 但还是引起了歌迷的合唱 当天我们还发现周杰伦演唱会中的商业植入 超过了以往任何歌手 看看现在拥有几十个代言的周杰伦演唱会的舞台吧 所谓演唱会的赞助商 这些品牌的logo大大方方的成为舞台意境 而这两块大屏幕上 周杰伦代言的饮料 电视 汽车 手机卡等广告 在开放前就循环播放 尽管周杰伦一年来没有音乐方面的工作 但人气依然不见 工人体育场周边从当天中午开始 因人流见多就开始了堵车现象 在现场我们更是看到了不怕中暑的日本歌迷 和低调前来观看的明星歌迷张雨琪 当天的演唱会并没有出现 类似蔡林这样的重头嘉宾 周杰伦只是清淡了一些师弟师妹捧场 只有侯高俊杰在嘉宾之中呈现出一丝亮点